2020年3月,家住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名男子正在无比苦恼烦闷,因为他此前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了一名年轻女子,原本说定了房租是每月交付的,但这名女子已经拖欠了数个月的房租。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房东苦勋无果之后只能无奈地来到派出所报案,但是警方却惊奇地发现,这名失联女子在租房时使用的是个假身份证。 由于房东在租房时没有核对这名女子的身份证情况,除了她留下的联系方式,找不到任何有关她的身份信息,因此关于这起失踪案,警方也不能准确地定性。 而且这名女子应该也不是打算故意拖欠房租然后偷跑的,因为她放在房间内的被子、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全部摆放得整整齐齐。 一个月之后,房东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女租客,就在她为自己的租金以及房子出租问题感到苦恼时,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却发生了一起大案。 2020年4月16日的早上六点多,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与尔街镇的一名环卫工人,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己所负责的河段进行清理。 这天河道里的杂物似乎格外地多,环卫工人发现,不远处还飘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上面还卷着水草,应该是刚刚被河流冲下来的。 于是她拿起竹竿一划,没想到袋子里边装着的竟是像人脚一样的东西。 眼前的场景吓得环卫工人大惊失色,赶紧打了报警电话。 这显然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分尸抛尸案,但经过对现场以及尸块进行仔细勘察,法医能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线索十分有限,推特到的死亡时间范围也比较广,大概是在一个月到半年之间。 由于无法确认死者身份,警方也无法将这起无头案件与在一个多月前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林氏女租客失踪案联系在一起。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此时所有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这名死者究竟是谁,他在死前究竟遭遇了什么,凶手跟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用这样残忍的手段来将其杀害了。 案件发生之后,针对该庄分尸案,警方成立了庄案组,但却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别说找凶手来,现在连死者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 时间来到了一年之后的2021年3月14日,这庄令当地感到人心惶惶的杀人分尸案似乎终于有了破案的希望,因为死者的身份终于得以确认。 那天的早上八点左右,霍山县汕隆盛的白沙岭村村民老罗躺起锄头到离家不远的一个竹林里去挖草药。 这时他注意到,竹林里似乎埋着一个很突兀的黑色塑料袋子,应该是由于雨水的冲刷,所以袋子渐渐漏了出来。 老罗出于好奇,就用锄头随意地翻动了几下。 肥色塑料袋被锄头划破,里边隐隐约约露出来的东西却吓坏了老罗,因为里面装着的似乎是一堆白骨。 老罗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也不管什么草药了,赶紧找到了村里的村医,让他过来看看。 村医看到现场的情况后,觉得事情重大,便立刻告了警。 经过警方的鉴定,他们可以确认,这部分白骨和一年前在霍山县某个河段发现的遗体是属于同一个人。 死者为女性,年龄大约在18岁至28岁之间。 这次警方获得了更多的线索,有关专家根据死者的头骨大致临摹了该名女性死者生前的样貌,在全国失踪人员库中进行比对的同时,并将该画像上传到了网上发布了悬赏通告。 与此同时,侦察员注意到,这次发现的尸体身上是穿着一件水衣的,这就说明整名遇害的女子在遇害之时应该是在家里,或者是女生宿舍这类比较私人的场所。 大家试想,能够与这样装扮的死者见面的话,那么凶手一定是被害人的熟人。 于是警方推断,嫌疑人和被害女子之间很可能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这类比较亲密的关系。 悬赏通告在网上发布后,网友们给出了大量的反馈信息。 此时,一名正在杭州务工的男子张某同样注意到了这张画像。 但是他心里却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张画像和他那失踪一年多的妻子非常相似。 难道真的是自己的妻子遇害了吗? 张某的妻子名叫义惠,她是在2019年12月和丈夫以及家人断掉了联系的。 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家人却对他的失踪视而不见,迟迟没有报案。 因此,失踪人员库中并没有义惠的相关信息。 那么,义惠的失踪为什么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呢? 根据对义惠母亲的DNA比对,警方确认了这种分尸案的被害人就是张某失踪多日的妻子,义惠。 对于她的遇害,家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义惠是河南人,为了丈夫才远嫁到杭州。 但是张某和妻子义惠结婚没多久,义惠就对丈夫越来越不满。 和其他甜蜜的新婚夫妻不同,义惠对木讷的丈夫渐渐感到了厌烦。 两人一开始都是在杭州工作,义惠是四处贷款,才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开了一家店。 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和没有经验,生意一天天的惨淡。 为了躲避追债,也为了能够暂时逃离丈夫的身边,在婚后的几年,议惠选择了到安非合肥工作,而张某也因此和妻子两地分居。 两人平时联系都是通过打电话,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自从议会去了合肥之后,作为丈夫的张某自然对独自在外的妻子感到不放心,但他又舍不下在杭州的工作还有亲人。 他在和妻子通话时,也曾多次询问过他到底在合肥是干什么工作。 议会开始时,说自己在一家微整形的美容院里帮人家闻眉,还将自己的工作单位地址还有住址都发给了丈夫。 张某这才稍稍放心,但在这之后,每当他想关心一下妻子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时,议会总是显得很不耐烦,有时还会因为张某的询问而在电话里大发脾气。 几次不慌而散后,张某也就不再过问妻子的事情了。 议会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仅对丈夫真口不言,就连自己的母亲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等亲人都没有透露过太多自己的工作,还有社交等信息。 嫌稍与家人沟通联系的议会,也为了后来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由于议会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真实的工作还有住址,导致后来惨案发生后,家人对于他的失联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再加上他在杭州欠下了一身的债,大家都以为他的失踪只是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踪而已。 在他失踪后,议会的丈夫当时还拿着妻子给的美容院地址还有住址去找过他。 但是,可想而知,议会给的地址都是假的,所谓的在美容院打工更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张某苦勋无果后,也认为妻子要么就是在躲占,要么就是在躲避自己,于是只好无奈返回。 那么议会来到合肥之后,到底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要对房东隐瞒他的身份呢? 他为什么对家人也要隐瞒自己的工作和住址呢? 事实上,在张某以及议会家人对他独自离家到合肥打工,感到担忧不已的时候,议会正沉迷于灯红酒绿的生活。 因为他当时正在安徽省合肥市无湖路上的某个街道酒吧卖酒。 但是议会也不固定自己所工作的地点,而是频繁地换着卖酒的酒吧。 他一般是在某个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休息一下,把钱都花光了之后,再换到另一个酒吧继续工作。 由于他的业绩还算不错,所以领班也默许了他的这种经常矿工的行为。 也是因此,这条街的酒吧对他在工作时或者上着班就来来去去的习惯也比较熟悉,对于他的突然失踪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又换了其他的酒吧工作。 由于议会的社会关系复杂,交往的人比较多,不仅有工作过的各个酒吧领班,还有一个班司的姐妹,或者经常照顾他生意的老顾客,还有一些来往密切的男性朋友。 这些都很可能是警方推断的熟人作案中的凶手。 就在警方对议会的社交网络进行筛查时,一个外卖小哥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 这名外卖小哥不仅是议会手机通讯录里的最后一个人,甚至议会在生前拜托他办的事还是到银行去取钱。 那这位外卖小哥会不会一时建材起义,然后起了杀心呢? 很快,警方根据外卖小哥的行动轨迹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是他给出的一个线索却让正在对议会交集圈进行一个个筛查的侦察员感到柳暗花明。 当天他按照议会的指示将钱送到议会的出租屋室,发现屋内除了让他取钱的议会之外,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高大概一厘八,比较瘦,还戴了一副眼镜。 根据这个描述,还有议会在酒吧一起工作的几个女同事的反应,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就是吴东。 吴东和议会两人的结识,一直被他的同事拿出来调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有一天晚上,议会喝醉了正在往所居住的小区走,谁知刚好被吴东给碰上了。 吴东就上来搭讪,面对这名上来搭讪的男子,议会大方地让他送自己回家。 当天晚上二人就发生了关系,这次不一样的偶遇让两人开始了交往。 但是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因为两人都是有家似的。 这段暧昧的关系虽然让人沉迷,但却非常危险。 这两个人终将会为自己突破道德的底线而付出代价。 其实早在刚开始交往时,吴东就曾直接告诉过议会自己是有妻有儿的,他们这段关系肯定是见不了光的,但议会还是表示愿意继续保持这段关系。 吴东虽然一开始是抱着忐忑的心情跟议会谈恋爱的,但他很快就放下了顾忌,因为议会除了他之外,同时还跟好几个男人亲密的来往。 对于议会混乱的私生活,吴东并不在意,甚至感到庆幸。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到时候他随时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也不会被议会纠缠。 在明白了互相都是对这段关系只是保持玩玩而已的态度之后,不管吴东对议会多有好感,聊得多么合拍,但每次发生关系后,他都会得议会一些现金。 这笔钱也是在告诉双方,这段关系没有感情纠葛,只是买卖。 议会当然每次都会将这笔钱收下,但是两人对待感情的这种随意的态度终将酿成大祸。 很快就接紧年关了,吴东打算回老家过年,但是由于这一年的钱几乎都拿给了议会,让他觉得没有脸面回家去见妻儿。 刚好此时的他也厌倦了和议会的这段关系,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议会把之前他付过的钱还给他。 议会当然对此觉得不可理喻,他觉得两人既然已经发生了关系,吴东也是一开始就把这段关系当成买卖,给这些钱当然也只能算作是嫖资。 现在想分手,竟然又说这笔钱是以男友的身份给的。 议会对此怎么都不肯同意,也彻底认识到了吴东的无耻和不要脸。 但是议会并不知道,将这笔钱死咬住不放,最后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2019年12月26日和议会同住一个小区的吴东再次找上了门,他的目的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回他的钱,然后可以回家安心过年。 但是这次他并不打算只是动嘴,如果今天议会还是不肯把钱交出来的话,他打算就算是动刀子威胁,也要让他把钱拿出来。 议会打开自己的出租屋门时,竟然又看到了吴东站在门口,不用等对方开口,他就知道吴东今天过来是想干什么。 数天以来,吴东对于让他还钱这件事苦苦纠缠,议会对此已经感到非常的不满,但是当他再次想要开口将人赶出去时,对方竟然直接拿出了凶器。 再爱钱的人,这个时候也会审失度势,更何况,现在议会已经被吴东控制住了,所以他立即表示马上就可以取钱来还给他,但是因为他现在手机取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去银行取。 谁知吴东也很冷静,并不打算将议会放走,而是让他去叫一个外卖骑手,去帮他取钱,然后再送上门来。 经过两次转账之后,吴东终于拿到了之前所付给议会所有的钱,正打算心满意足离开时,议会却对他的这种行为越想越觉得无耻,觉得自己赔了他这么多个月,竟然一分钱好处都没落着,还被人上门威胁了一顿。 气不过的议会于是就在正准备转身离开的吴东背后大声地咒骂他不要脸等等。 可就在这时,议会提到的一句话却刺中了吴东的心。 他竟然说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老婆孩子。 之前吴东和议会在一起时,就是最担心他将这件事拿出来会破坏他的家庭。 议会的话无疑是击中了他心底最敏感的一根弦。 可是议会对于吴东的情绪变化丝毫没有察觉,反而是继续斥责。 两人就这样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争吵过程中,由于议会本身就被控制住了,于是吴东很轻易地就拿了一根数据线将他给勒住。 处于暴怒中的吴东力气非常大,很快议会就不再挣扎了。 察觉到自己杀了人的吴东惊慌失措,正打算逃跑,但是又担心尸体被人发现。 最后他竟然残忍地将其分尸了。 打扫干净现场后,他原本打算将尸体运往灵室处理掉,但是由于埋藏不变,于是便将部分尸块扔进了河里。 事发之后,吴东逃离了合肺。 而议会由于一直很少和家人联系,怕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再加上要躲占,身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他的失踪也没有被太多人重视。 一直到2021年的3月,吴东的家乡霍山县是产查的,每年的这个时节都得回来帮忙。 案发一年后,一直没有被警察找上门来的吴东也放松了警惕,回到了家乡。 2021年4月13日,霍山县人民检察院已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吴东依法批准逮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吴东终将为他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二个案件,铁锤钢钉密室案。 丈夫杀妻的事件都听说过,但杀完妻子之后,往自己脑袋里砸铁钉得很绝色,也许真没有几个。 最要命的是,他砸完钉子还活得好好的,五厘米的钢钉入脑。 你要说他是个男人吧,他把妻子给杀了。 你要说他不是吧,他狠起来连自己都下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男人为什么要往自己脑袋里砸钢钉呢? 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呢? 2019年大年初时,家住江西干县五云村的老刘妻子,去喊过年回来的闺女和女婿起床吃倒饭。 但是老人喊了许久,都不见开门,也没有人回应。 看着太阳已经升老高来,老人忍不住又喊了几声,可依旧是没人答应。 此刻,老人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从旁边的窗户看进去,屋子里的场景差点让他当场昏居。 只见屋子里鲜血似箭,自己的闺女和女婿都躺在雪坡之中。 自己闺女的脑袋已经破裂不堪,脑浆都告出来了。 女婿倒在身边,场面十分吓人。 老人颤抖着手,连忙拨打了告警电话。 经过警方侦查,她的女儿已经死亡,女婿还有一口气掉着,于是赶忙将其送往医院。 但是女婿存活的几率也是非常渺茫。 因为两人一死一重伤,警方初步判断可能是他傻。 但是好端端地在自家卧室里睡觉,却遭遇如此横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老刘闺女和女婿住的房间,她们的门和窗户都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所以凶手是如何行凶的呢? 难道是密室杀人吗? 由于女婿还在医院昏迷不醒,就只能询问发现事情的第一目击者,刘老太。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悲伤。 虽然刘老太说了一大堆,可对于案情,帮助却很小。 从老太的口中得知,死者是她的闺女,名叫刘烈花,今年还没满二十岁。 从小她就不喜欢读书,十六岁的时候就到城里去打工了。 因为刘烈花相保清秀,所以她的追求者很多。 在2018年的时候,刘烈花和男朋友闹矛盾,分了手。 她又在一个交友软件上认识了罗洪明,也就是那个倒在雪坡中的男人。 他比刘烈花大一岁,去年二人刚刚结婚。 据悉,罗洪明非常爱刘烈花,婚后小两口如胶似漆,恩爱有加。 所以刘老太认为这一定是她傻。 警察勘验现场时,发现墙上、地上、床上以及窗帘上,到处都是喷溅型的雪剂。 经勘察发现,案发现场有一把带雪的大铁锤。 初步推断,刘烈花就是被大铁锤击中脑部,造成颅脑损伤之死。 而此时,通过医院扫描,得知罗洪明脑袋里有一根长达足足五厘米的铁钉。 究竟是谁会如此狠心呢? 警方回到医院,趁罗洪明清醒,赶紧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洪明说, 这根铁钉啊,是我自己钉上去的。 听闻此言,在场的人都无比震惊。 警方继续询问,但罗洪明别的一个字都不愿多说,并且透露着复杂的表情。 之后,医生立马对其进行手术,毕竟现在除了他谁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警方这边则继续搜查着刘恋花和罗洪明的卧室,但是发现他们的钱包和手机都在,所以警方初步判断排除了财杀的可能。 那难道是他们得罪了谁,会是仇杀吗? 随后,警方又在村子里调查,想从村民对他们的评价中获取一些消息。 但是村民们说,小两口平时生活十分简单,就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和人来往都很少,更别说跟谁结仇了。 线索到这里又中断了,警方是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更离奇的是,在房间里也没有找到其他人的足迹或者指纹。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足迹是站在床头的。 可以判断,凶手是站在床头拿大铁锤往刘恋花的脑袋上砸的。 但是身为一个年轻小伙的罗洪明,如果凶手在旁边这样肆意妄为,难道他不会出手制止吗? 此时,刘老太两口在野队警方说,在头天晚上七点多,隔壁房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在凌晨三点多,还听到女儿刘恋花在房间里哭泣了。 老两口询问过隔壁是怎么了,但是对面只有刘恋花的哭声,却没有人回答。 线索截止到这里,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凶手应该就是罗洪明。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罗洪明脑子里的钉子,因为横看竖看都是别人所为。 现在这一切都只能等罗洪明自己来解释了。 经过手术后,罗洪明苏醒了,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杀妻并自残的行为。 根据他的供述,他和刘恋花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随后两人很快见面,确认关系甚至没多久就直接订婚了。 由于他们还没有到法定年龄,所以没有领证。 此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某工厂打工。 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幸幸福福地过下去。 但是由于刘恋花年轻漂亮,会有不少人给他打电话。 而罗洪明非常爱刘恋花,占有欲也特别强。 所以每次有人打电话给刘恋花后,他都会偷偷看一下刘恋花的手机。 在某一天,他发现刘恋花和前男友还保持着联系。 这让罗洪明心中相当的愤怒。 再加上,他想起刘恋花经常上网聊天,而且言语交叠。 这就引起了罗洪明强烈的不满。 这些罗洪明还能忍。 而事情的导火索是在2019年的年初。 他检查出自己居然患有前列腺炎。 这件事情让罗洪明备受打击。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快要失去刘恋花了。 他觉得自己给不了刘恋花幸福。 他越想越害她,甚至觉得不久之后刘恋花一定会出轨。 而且,自己和刘恋花都没领结婚证。 他想跑是非常容易的。 由于他爱得太深,又不想离开刘恋花。 所以就想到了殉情要跟刘恋花一起死。 在案发当天晚上,罗洪明想到了种种事情之后,越想越生气,出门直接拎起一把大体锤。 回到屋内,看到睡梦中的刘恋花,他突然发疯了一样,往刘恋花的脑袋上锤了下去。 刘恋花惨叫一声,被隔壁的老两口听到来。 但是老两口认为他们在吵架,所以就没有在意。 罗洪明紧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下,刘恋花刚常死去。 但是罗洪明以为他还没死透,又继续锤了几下。 一直看到鲜血四剑,这才放下手中的铁锤。 完事之后,他又拿出铁钉,罩着自己的天灵带直接拍了下去。 但是自己拍,怎么能拍得动呢? 他又拿起了铁锤,直接往自己的脑袋上锤,也让自己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过程。 没有仇恨,仅仅只是一时的气氛,一时的冲动,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这不禁让人怀疑,这真的是他自己深爱的妻子了。 如果爱他,又怎么会伤害他呢? 毫无疑问,罗洪明是自卑而且自私的。 或许,刘恋花在受伤的那一刻,对这个男人也曾是绝望的。 夫妻之间最可怕的就是背叛和不信任。 夫妻之间有矛盾,更是应该及时沟通。 只有这样,才能长长久久。 夫妻之间有过来,再次查出本期。 夫妻之间有两个瓶问题。 夫妻之间有确定。